迎接金珠县瑞的2019年 陈县洛县24大侨团 2月16日在陈县文教中心盛大举行 迎春纳福欢庆108年元宵汤圆节天川日的新春活动 吸引于300位侨学界人士热烈参与 当年活动包括凤梨酵素制作 以及多肉植物盆栽环保园艺讲座 迎春庆生会 元宵灯迷有奖抢答 民歌客家籍原住民合唱曲 洋溢热闹欢乐气氛 今天还是正月嘛 而且元宵节就快要到了 今天能够在我们中心 邀请到这么多客家乡亲 来为我们这边做这个元宵汤圆节 刚刚我好像仿佛踢到中秋还要来对不对 中秋是不是有烤肉 大家掌声大一点 你知道他就会不会 因为我们客家乡亲都好客 今年活动由陈县桥界急难救助协会等 共同筹办精心准备 客家桥团则大动员和14位 法斯卡志工多位家长联手搓汤圆料理美食 陈县文教中心主任杨海华 驻洛杉矶办事处秘书李展全 引邀出席与会 陈县文教中心报导 原来挺好 拍摄 他的拍摄 并以后 bri 准备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